OpenAI今天开放ChatGPT 3.5 无需注册和登录就能使用 让任何人都能使用ChatGPT 就像是使用Google搜寻引擎一样 ChatGPT开放免注册无限制使用 表面是为了降低使用门槛 原本的ChatGPT需要使用者注册并登录才能使用 这对于只想试用一下ChatGPT的使用者来说会比较麻烦 改为无需注册无需登录后 使用者可以更轻松地开始使用ChatGPT ChatGPT为了扩大使用者群体 原本的ChatGPT主要面向的是 已经注册了OpenAI账户的使用者 改为无需注册无需登录后 ChatGPT可以触及到更广泛的使用者群体 包括那些还没有注册OpenAI账户的使用者 ChatGPT无需注册和登录为了提高竞争力 因为ChatGPT的主要竞争对手 GoogleBard和BeamChat都无需注册 无需登录即可使用 为了保持竞争力ChatGPT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 ChatGPT开放任何人都能使用背后的商业动机 还包括收集使用者数据 OpenAI可以通过ChatGPT收集使用者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OpenAI改进ChatGPT的性能 并开发新的AI产品 OpenAI可以通过ChatGPT获得更多的收入 这些收入可以帮助OpenAI继续进行AI研究和开发 ChatGPT改为无需注册无需登录也存在一些风险 例如滥用风险 ChatGPT可能被滥用于生成虚假信息或有害内容 隐私风险 OpenAI可能会滥用ChatGPT收集的使用者数据 总体而言ChatGPT改为无需注册 无需登录是一项有利于OpenAI商业化的举措 这项举措可以帮助OpenAI扩大使用者群体 提高竞争力收集使用者数据和获得更多收入 不过OpenAI也需要采取措施 来将DChatGPT改为无需注册 无需登录后可能带来的风险 不过BFDAGPT改为无需注册 卖券 平凡 als